台湾是一個博多 有還有符合謀殺的美名 但是大家對台灣這個土地了解有更多 高致台灣美術館和中華館文化協 共同主辦的島嶼宿遊 台灣計位30年回國電 現場電除了四位結束家 透過不斷的對話和交流 所定現出來台灣文化一體以上 歡迎鄉親 全榮欣賞 四位結束家 用了10年的時間 23點行動結束家 跟電風不斷的對話交流 建構出台灣文化意向 高致台灣美術館對今年三位開始 邀請到三位結束家 已經30年來創作經驗 幾萬順回電 即便來到中華 並且跟中華館文化協來合作 幾萬島嶼所有 台灣計位30年回國電 現場電除四位結束家 透過不斷對話和交流 所定現出來台灣文化一體以上 特別謝謝我們國美館 我們的館長 那願意把這個國家級非常具有意義的展覽 到我們彰化美術館來 這個是在1991年開始 有13個縣市 那都非常的有意義喔 有藝術家結合當時 剛好我們這個 民主自由時代之後的一個多元發展 那把地方的地景 那加上藝術 以及在地的那種情感的一個連結 像彰化的話就是以我們的這個大佛 還有以龍三世 作為藝術家們發起的一個部分 那希望我們的鄉親能夠從即日起 一直到10月9號來我們的美術館來欣賞 這個非常不容易 30年前可能我們來不及參加 30年後大家可以在我們美術館 輕輕鬆鬆的來看這個多元的一個 這個藝術的一個發展 這次到於碩遊的這個 到彰化這邊來做巡迴展 是繼上次在六月時候 在那個國立台灣美術館那邊展 那個巡迴的第一站 那這個展的話其實是介紹 從1991年到2000年 四位藝術家 他們從1991年到2000年這10年之間 到過12個台灣的一個縣市地方 然後去踏刊 然後去做田野調查 然後再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這個作品 所以說 金廟起身 對新兵這個土地你又了解多少 透過藝術家的未必 讓大家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了解到台灣這個土地 歡迎大家有時間 可以到彰化館裡美術館 來欣賞這段藝術館 新中華新聞 八秒林中華 彩虹報得